我今天主要吐槽一下我妈 让她也上一上这个节目 我妈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所以我小学最讨厌的就是语文课 特别是在写我的妈妈这篇作文的时候 你们能感受那种 就是当着本人的面 就瞎编一个故事夸她的那种尴尬吗 真的压力很大 每次在写这篇作文 我就感觉自己像一个水军 在给她写软文 很多朋友一定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你的妈妈背着发着高烧的你 去医院打针的故事 当时所有的同学都这么写 我也想这么写 但是我妈说不行 她说你作为一个老师的小孩 这么写就跟写谐音梗一样 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我说妈那应该咋写 她说你这样 你写完我送你去医院的故事以后呢 再写一下我借着微弱的灯光 在病房里批改学生作业的故事 我这么写了 分还挺高的 就有一个问题 一个月以后 该写我的老师这篇作文了 我迟迟动不了笔 同桌还纳闷呢 你咋不写呀 就写你妈给我们批改作业呀 我说你不知道 上次起点起高了 现在普通的批改作业 已经满足不了用户的需求了 我估计这次只能写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我妈发着高烧 却毅然推开身旁的护士 在救护车上 批改起作业来的故事 感觉这种体验刺激不到他 哪怕豪也不行 我是一个没有审美自由的人 我小的时候 真的 我妈给我买什么 我就穿什么 我整个小学啊 都是穿我妈的丝袜上学 不过不要误会我啊 是短丝袜 不是长的 长的冬天穿 冬秋裤穿 不过虽然是穿丝袜呢 我当时还是有一些 自己的衣品 我会把丝袜往下撸 就撸成好像腿上 带了两个镯子的那种感觉 这有一个好处 你们知道吗 就是以前 你在跳皮筋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是你跳过去 然后要拿膝盖 把皮筋往下压 这样你的同伴 才能更容易地跳进来 对吧 我有了这个环以后呢 就能轻易地 把皮筋给别住 这一看就是同龄人 所以我当时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霸王别金 对于是太紧张了 可能没发挥好 邓凯我觉得很可惜 太紧张了 因为我是他室友 他也赢过我在深圳的比赛上 而且赢得非常惨 那次 那次基本上是 他是我十倍的票 他不太能把现场的气氛 给带起来 他反倒越讲 越把这个气氛 讲沉下去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邓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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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